就是那位官夫人回答说 你又缺钱哦 黄光琴报汪笨胡生前求救碰壁 63岁知名作家兼政论名嘴汪笨胡 因骨髓化身不良症候群 于16日上午病逝于台南陈大医院 苹果电房与他私交甚度的资深媒体人黄光琴 透露了他病榻前的人情冷暖 这次的血还又跟之前那个大厂还是不一样 当知道他的寿命可能很短暂的时候 他其实是很绝望的 因为他是一个很强的人嘛 第一次血冬的时候 他第一次大出血元气大伤 因为那个是病情急转直下的一个原因 他第一时间他需要医疗的救助的时候 打给一位官夫人 有没有一些关系能够把他安排到台大 没想到这位官夫人接了电话一句话 你又缺钱哦 就是让他感觉很心寒 最后这段时间他充分感觉到政坛的冷暖 娱乐洞新闻报导